欢迎各位刘昌,欢迎跑马4.0的频道 有一集也刚刚说了 Rawr Escort 之后的花术东西 非赛马 今次又说了Rawr Escort 5天之后的赛马资料 张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虽然在这里说的是没什么用 因为一年后的事没有人知道 但也叫做了检讨和谈讨 是我们和香港马会都要留意的东西 先说我们两个 去年第一年做的Rawr Escort 成绩挺平均 今年是退步 而成绩是退步 特别是第一、二日 第一、二日,我们不记得什么王籍的 那些是香港马会安出来的 王家隔时根本没有说这一天是什么菜日 是日一、二日 但是日一、二日是很乱的 我都贊成 香港马会加个名字 所以算了 我没什么所谓 但应该正式是日一、二日 没有说什么金杯日 王籍金那些日 没有的 只不过是第一日是星期二 如果你用日几 就很容易 误会了是星期几 比如日三 你以为是星期三 其实日三是星期四 所以也没什么所谓 我不会介意 反过来 再过一次 我去年已经说了 但他们也不会改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 王家隔时根的传统第一场赛事 是Creen Land 他叫做 女皇安妮禁 不是 女皇安妮禁 对吧 你说我跟着 没问题 但第二天不是 第二天 马尼皇后 就是Creen Mary 之后 智商矛盾 智商矛盾的原因很简单 我解释给你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最早 最早的时候 很早开了 先是播星期二和星期五 很多年前 YS只播两天 只播星期二和星期五 然后 跟着 二、四、五 又播了 多一天 然后 只在星期三 不播 二、四、五、六 然后 最后 年星期三 都填了 因为有了世界会合彩虫 所以 他知道自己错了 我认为 译名的人 知道自己 女皇安妮是错了 不可以 因为这么多年用 对吧 唯有 我最后 反正错了 不如星期三 叫做 女皇玛丽 那又不行 知道自己错了 而且我错 不是我 是我上手错了 不关我自己的 我没有理由 我跟着她错 我又不改 否则已经用下了名字 用下了名字 用下了名字 牵涉到 你的赛绩表 就暖了 对吧 等于 很多年前 马恩师兄提到我 Danty Stix 亦东梯 是错的 亦弹丁 我说是 Danty 我当然知道 他为什么用这个名字 早百多年前的名区 我都知道 我也知道 Danty 是亦弹丁 但是我醒不起 不是 我醒不起 是亦弹丁 我知道 我读英文史 Danty 我知道 他是一个中古的诗人 但是 我醒不起 他有个 作为亦音 亦弹丁 他错了 亦弹了 冬帝 那就继续错了 但是我在我自己的文章 我改了 我用弹丁 因为这个 可以感觉 是全世 或一的翻译 因为你不可以自己按出来 你看三是美亚 就是三是美亚 你不可以 你改了 对 你不可以 另改 好 那这些是个限视 赛马越来越多 那次 最初是6天 7天 35場 每次赛马 有600 800 只有幾隻是重複再跑,每個星期月處理六七百隻 對我們來說就是香港馬,即是我們假設,我們香港馬連跑五天 六百隻馬輪著出賽,你都亂,因為香港馬熟,勉強勉強 但是如果有很多那些,那些一級、二級馬,我們就熟悉,沒有問題 初出的馬又簡單,跑了兩次又容易,但是很多手機的馬,跑了十幾二十次,三十次 哇,你要回到賽職,一兩塊錢的,要回到賽職都沒有運氣,沒什麼可能的 所以我自己來過,現在我們去拍馬4.0,去年就要做Youtube直播 但是我跑馬3.0,已經做了這些王家亞舌工的文字分析,做了很多年了 我最初最初的時候,都說了,只有兩三年的時候,就全部做了這麼多場的 但是由早兩三年開始,加到三十五場的時候,我已經在我跑馬3.0的電子部,我已經放棄了那些幾十隻馬賽斯 嗯,幾十馬賽斯,我已經先解釋尾燈 那麼,跟著我們再做這個4.0的直播 那麼,我們的結論就是,大佬,美場1點10分 那麼,我真的做完睡覺,我每年幾晚都看完馬,休息一陣,睡覺兩點,很辛苦 那麼,不是個人都可以的,還有還有一點,美場通常都是那些大陣容啊,暖色龍那些 是的 那麼,今年的得一日不同,他在星期三的時候,他將美場和第七場調轉了 互調了 那麼,他不知道明年將來的安排怎樣 那麼,我們的安排就是,盡量不做美場 嗯,都因為... 是,我們就不願意趕現場而已 是,沒有啦,就頂不住了 好了,但是,我們去年成績幾好,今年差了 的原因,原因就是,原來去年大宴門催勝率是偏高的 上季,贏了12場的 所以,有了重心 今年呢,其實大宴門催勝率,我最後沒有輸下去 大約六、七場,是正常的 他去年突然間,噗一聲,是飆高了 今年呢,是,這個,是,去回正常的那個幅度 他,通常是,跑三十場的時候呢,就是大平均贏六、七場 哦,三五場也贏六、七場的 所以,他加到三十五之後呢,去年就十二場了 今次又跌到七場,所以是低的 我們來說,我們的統計,香港隔這麼遠 我們又沒有一手的資料,我們根本就不太清楚 只可以計少少頭注鴉的那些略資 但是,我們今集我們不講頭注鴉 我們下一集先講頭注鴉 我們先講那個賽事 原來呢,我們英國行家,蔡社總結 她說,今年的冷門霸都很重要 所以她那個獨贏派賽,是破了平均 就是,破了多年來的紀錄 一定是 多了這八十倍,一千多元 一千多,一千多,七百多 那些這樣的,一百萬,一百萬四十龍賽 那些呢,可以這樣稱為爛了 但是嚴格來說呢,嚴格來說呢 嚴格來說呢,不是說大爛門贏得好,次數多了 而是那個賠率很厲害 即是,如果你預算爆爛了 預算三十倍,或者二十倍 它現在不是八十倍,照樣爆 那麽就將那個賠率浸高了 那次數就沒有特別多 因為是這樣爛了,但是爛了 即是可能變了側瓦一邊 是的 一扭歪一點就有大事 沒錯 沒錯 但今年爛爛的其中一個原因 第一點,我有很多理由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那些人的目標 都放在華明跑園掛鄉的大圖里 於是大圖里贏四場都不是很差 但是莫亞贏六場都最好 好,莫亞現在追一下追一下 數字應該是落後了大圖里 即是總數,一場兩場 大圖里一退休 他就很快一聲就會吹 過去 但是莫亞追,拍桿還有三十幾場 有段時間去追 斯陶德繼續贏 繼續保持 但是莫亞人一直追上來 還很年輕 將來有沒有機會追到呢 下季才再說 但是高士登就是保持最盡的 我們說了高士登是現在最好的年紀 等於是五、六年前的斯陶德上士 即是聶馬斯七十多歲是最好的 他還沒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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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特別是高士登 現在已經說 交了 即是跟父子黨 即是說他交了很多東西 交得低就交了 是吧 我想他只剩下大賽 他自己打你 普通那些 一般的賽事 都交了給他兒子 二百隻馬 沒有可能自己離開了 應該是這樣 都合理的 高士登 曾經做好相 他都說 我們快要來 被兒子踢在一旁 即是這樣說 但是他還沒踏出 他還沒踏出 他現在是黃金旗 黃金旗 所以他成績很好 很合理 岳柏仁呢 成績很好 大家看他的統計 原來 高士登 很準 即是 很少二三 來的 贏 因為他出馬數目也少 所以他就贏 勝出很高 對 很高 就位置正常 但反過來看 岳柏仁呢 就是勝出次度最高 但位置更加多 即是他博失的 他不要急博失 他們長長跑 空群移出 所以大家 會選擇 所以是這樣的 這個不重要 但是最 如果你說 開賽之前 你告訴我 原來 高多芬一隻都沒有 一隻都沒有 一隻都沒有 12隻 好像有一隻 一隻半隻 不過12隻 12隻 以高多芬來說是少的 是嗎 證明他今年的馬不行 因為大家要留意到 布宜鶴今年季初 開季不順 幾經爭才會流為反彈 企粉 這個 會不會跟他去年 又是這麼說 渣乾來支持 布宜鶴爭冠軍 會不會是有理由 這都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有馬都回氣 有可能 下年沒有了大徒 高多芬又捲倒重來 到時候才算 但是 但是 我們今年 我們 我們 我在文字上 在跑馬3.0 已經 講了兩三年 我去年 從Royal Escort 播歐洲馬 已經開始講 在英國 賭馬 第一點 多數人 賭 平榜賽 很少人 賭 楊榜賽 因為 根本 有這麼多馬 撞運氣 第二點 就是 一般的英國人 喜歡賭 Win 如果你沒有重心 二十多隻 要找一隻馬 賭 無論你喜歡賭 八倍大門 或者二十倍的 藍門 都不是很適合你 因為這些要買賭 賭 但英國人很少賭 H-Way 很多人喜歡賭 買三幾百磅 全部都是 單 Win 而且要預訂賭 賭率 買五百磅 買一倍四 五倍 就是這樣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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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不會應該sebut 賭 賭 賭 â 賭 不知道 第二天 我作假一年去看King George 兩天都這麼多人的 我們的笑話仔 是藍廁 小編都排隊 藍廁都排隊 不是女廁 藍廁都排隊很厲害 沒有人的 第三次就是香港馬會 和ASCOT馬場合作 跑了香港馬會 我們預約了桌子 有很舒服的吃飯 我們都不喜歡 因為不喜歡不是氣氛和很遠的 原來我根本不喜歡這個馬場 那是什麼呢 我看看舊資料 以前的ASCOT馬場是否這樣 我不知道 但現在的三角形馬場 原來是在50年代初重建的 它起到一個三角形的原因 我相信是方便在漢台的人 不會太遠 你跑去的馬場 搞錯了 2000米 只看到你的矮在爬 跑 他為了設計 當時在五六十年代 大家都是用望遠鏡來看賽馬場 所謂的現場 就是奸徵了三角形的馬場 但是在三角形馬場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比這個澳洲式馬場更甚愛當 越不利 越洩 特別地越乾越死 再加上 就是 一里及以上的歐洲賽事 大家前面鬥著 鬥著來跑 習慣了在所有的大馬場 這個Market Sanddown Goodwood 弱 全部都是八百至一千米直路 Apsom 900米直路 大家都是 沒有所謂 大家鬥著 轉道彎慢慢再找位 還有時間 直路不需要騎 最後二三百才 對 但這個不是 轉彎要開始騎 於是 那些馬場的跡 在其他大馬場的跡 第二點 直路賽又死 那些轉彎賽都限16隻 都更好些 已經塞車了 是啊 直路賽 28、30隻 最糟糕就是 你根本都不知道 那些馬當日 是哪條跑線是好處的 有一場是四分屏 四個track都有人跑 四堆都搞事 你以為 Day1就是外 第二次又是漢台好 死了 那你怎樣 怎樣跑呢 特別是第一場 你跑完一場 還要去撿山 不行啊 我們撿山了一次 是啊 撿山了一次 喂 本來這些人說 去撿這個人就死了 這樣就撿山中了一場 但如果你是頭場 你根本都不知道 跑了才知道 跑了才知道 那你就喬氣了 特別是英國的中短圖 1200米 或者1000米 場上的步速都不同 有可能有隻馬會放 有時候又不放 有時候很慢 那你完全猜不到 步速是怎樣的 這樣就沒得猜過 是嗎 我們都說了 去年那個champion stake那天 搞錯 但原本贏了 湖本小鎮 穿了150倍 上來跑第二 最冷的艇 是嗎 這也是 又出現80去的贏 那你怎樣搞 沒有得賣的 沒有得賣的 所以現在拋短圖 還要多馬 算了吧 再採亂這麼滑 好像是 結論我們大家兩個討論 要不然 你們圈四隻 做少公共圈四隻 買四十元單T 還要三重鎮 還要三重鎮 都沒有第四 沒有VCQ 沒有第四 你買得VCQ 一拖二一拖三 不如買單T 對嗎 四隻單T 我的建議就是 原來的場合 買兩隻 一隻十倍八倍 正路小焦 一隻買一隻 三十倍四十倍 鑽匹對母 跑一隻位置 你可以封盤 收盤 不用輸 這是唯一的對付辦法 沒錯 那些多馬場次是這樣 結論就是 給大家少了我們的見解 參考 沒錯 接下來七八月 還有很多英國的大賽 有很多大賽 King George在那裡跑 King George在那裡跑 是的 有時候遇到Ascot的場 阿士谷的場 真的要留意 在這個場上特別厲害 那些馬 總是要當的 原來呢 還有當位 你知道 當位在英國的統計 有人做 但不是很重視 因為馬場太多 但是馬場太多 還有 你每個馬場 跑的日數很少 明白嗎 例如你說 沙田一年 跑四十千 五十千 跑五百場 那當然是當位統計 容易 他們一般的馬場 一年都是跑百多場 那你又分開直路賽 和轉彎賽 所以當位 他們不是很重視的原因 因為基數 是很小 他都有的 有人做很粗略的統計 但是沒有香港那麼精準的統計 全都出來 所以 原來 我差不多結論就是 Escot 轉彎賽 調買來蘭 外蘭 死了一半 那個洩的程度 更甚於澳洲馬場 澳洲和香港馬場 但是我沒有這些統計 大佬 我現在 今年 或者追回去年 的統計 只有兩三年 每個路程都只有幾場 沒有意義的 對 因為很多路程 要轉彎直路 香港不同 香港只有幾個路程 統計便容易 去那邊很多路程 由一千米到兩里半都有 就是說 他可能每個路程一年 跑一次 或者兩次 你統計便沒有意義 是嗎 我可以解釋給你聽 所以 結論就是 特別是 一跑的場地 不淋 好地說好地 不淋 不淋 那地不淋 轉彎賽 一定要買 優師套類 就是我們結論 不過 現在備忘 你明年 我也未必記得 你們也未必記得 KING GEORGE 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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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集就先說到這裡 歡迎各位朋友 繼續訂閱我這個緬法拍攝 還有給點鼓勵的like 亦歡迎成為收法會員 成為收法會員的方法 可以在YouTube的文字上 在這裏有一個link 我點擊一下 就像是收法會員的方法 我們這集先說到這裡 我會不會告一聲 我們會不會告一聲 就算是 請到這裡 我們請到這裡 記得